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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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今天錢齁 你今天如果這個錢 如果假設你用1次2去買 好 同學算一下 市場率率是6% 對不對 因為你的爆錘是6% 好 按一下計算機告訴我 你應該領多少利息 如果是6%的 你應該領多少利息 688 對不對 你是不是應該領688 可是你吃領多少 你憑什麼 要多領122 我再講一次喔 他給你800 事實上你的利息是688 他卻給你800 多的122 那叫做 資本退回 你應該領688才對啊 6%的報酬率 你應該領688對不對 啊為什麼領800 多的錢 是不是退回去 你義價我都退回去 是給你 是不是退回 所以你1472 在拿這個利息800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錢 是你當初預價 我還你 我還你 所以你不是1472 從頭到尾都沒有領到利息 從頭到尾只有領利息錢 這個800800的事實上 已經把當初付的錢 怎麼樣 還你 所以你根本沒投資那麼多啊 對不對 所以你已經還了 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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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應該是把那個 11個價格加起來 出於11嘛 可是這樣不好算 我就只好加 選頭選尾加起來 出於幾 2嘛 懂不懂 它往下降的原因是因為我 利息在給的時候 就已經在給退回了資本 所以你就沒投資那麼多 懂不懂 聽懂是嗎 有沒有道理 我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對不對 這樣很清楚對不對 這是資本退回喔 所以我 我跟你講 這公司是對的 你要想拖這公司很難 知道嗎 這個才是對的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更對的 這邊沒有 看好 YTM 800 這邊是 10 -11472 沒問題對不對 我認為啊 這個10萬呢 要乘以0.4 這1萬啊 這11472 要乘以0.6 來 按一下計算機 我等一下告訴你答案 按一下 喔 一反最快了 告訴我答案啊 我剛剛是 剛剛除以2 除以2是不是代表這乘0.5 這乘0.5 對不對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乘0.6 超乎你想像的準 如果要算30分鐘才算完我們可以等 5點 不只吧 5.9 不曉得喔 大概5.99吧 5.99是多少 6了咧 5.99是6了咧 幾乎是6了咧 是不是 5.99幾 0.6 不對 那個答案不對 0.6 1 0.5 0.5 5.99 8 2 是不是6了 是不是6了 你知道我為什麼知道 這樣子會比較準 好我們開始 如果你告訴我答案的話 送你 2分 我口袋剛好有2分 我隨時帶有2分 我隨時帶有2分 蛤 什麼 那你就 你是事後去推的啊 對不對 你是不是事後推的 他 0.6跟0.0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那為什麼是0.0 為什麼 這不放0.0 為什麼這放0.0 一個是6.7的部分 一個是6.7的部分 對啊 我知道這6嘛 這0.4對不對 你怎麼判斷 它是少的 它是多的 對不對 我要問這個問題嗎 你問 你難道不會想說 這是0.6 這0.4 因為最初付出的成本 是1.172 可以在最後面的時候 事實上的例行 每年都在裡 所以總共加起來的 壞公司 可真正的 一個現金的成本 應該用前面幾期下去算 所以變成 你再講一次 為什麼要前面幾期再算 因為你的持有成本 是從你一付出去的 那個時間點就開始 對 那你在最後面 事實上是不斷領利期的 對啊 第十一期的時候 事實上 你之前的一個成本 的一個費率 事實上是反而是 比較深的 在第十一期的時候 基本上 你那個成本 反而是比較淺的 所以變成在這種 比重上面的話 都可以用0.6跟0.4 那如果要算 再更精算來說的話 應該用 11472乘0.5 然後再加上 10189乘0.5 10189乘0.5 10189 就是 也可以等是 11472加10189 按下看有沒有比較準 你提出公有 我沒有聽過看法 1472乘0.5 這也乘0.5 他講對了 你也畫對了 因為 你也講對了 一版一分 兩版兩分 你叫什麼名字 信宏 信宏 信宏兩分 信宏你兩分 一版 你也兩分好了 可是我身上就兩分 接一個接住 我分數用 就沒接到 沒有了 好 那11472 好 為什麼呢 注意喔 請問 這個網 我們應該是照到這個加起來 應該是把它平均掉 可是它是直線型的嗎 不是啦 過了五年之後 過了五年之後 它的那個 你的投資成本 還是在一半以上 對不對 如果是直線型 那很簡單 就是加起來除以二就好 它不是直線型 它是先慢 跟你講的 先慢 那這整個迅速這樣就掉下來 所以它的資本退回 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退回 所以大部分都還是停留1472的那一端 對不對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停留1472的那一端 聽懂什麼 所以我要放0.6啊 你懂什麼 你看 這每一個公式都是道理喔 知道齁 所以信宏兩分 一板兩分 好 超哥 有沒有很羨慕 很羨慕齁 你應該可以拿三分的 對不對 然後上次 我們提到 我們那個 還那個房貸 一開始的話 對對對對對 一開始都還利息 後來還本金 對對 都一樣 一樣的一樣的 一樣的 對 我終於找到資運了 明氣相綁 然後 然後 又 語言相通 嗯 這樣有沒有道理 知道齁 知道齁 好 那就 就這麼簡單齁 好 會不會公司要不要背了 公司要不要背 還是要背一下 齁 可是我都不用背 因為它就這麼簡單 那道理就是 從頭到尾都是在推理 都在推理 齁 像剛剛的1472 好 我們如果用近視公司 是6.08 對不對 如果用這個近視公司 如果用更準的話 這邊是5.9982嘛 對不對 這邊也可以去算 知道嗎 好 如果是當期收益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稍微不準 對不對 它是6.97 它會偏 真實公式偏 高 這個真實公式偏 低 欸 又 又是給分的機會了 一分 它為什麼偏高 它為什麼偏低 當期收益知道嗎 當期收益知道嗎 當期收益這個6.7 這個6.9 這個6.9 這個6.97什麼算的 800除以多少 這個是800除以多少 11472 這是800除以8771 7除以P啊 你回去看一下 它為什麼偏高 為什麼偏低 一分 這比較簡單 啊 到期的本金沒有真心 啊 到期的本金沒有真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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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期不是說 當期收益率只是說我的 對啊 它到期 為什麼它偏高呢 都兩個都是到期沒有折現 為什麼它偏高它偏低呢 同樣一句話去解釋 兩個不同現象 我搞不清楚 什麼該用它 什麼都該用它 你就一句話而已啊 你說到期沒有折現回來 所以偏高 所以 不動 但是因為它本身是抑價 因為它抑價 所以它偏高 因為它偏高 因為它偏高 所以它也偏高 聽起來有沒有道理 我用 我用 我用講錯的 它用那一樣語氣 來講的時候 是不是也很有道理 你聽懂什麼 要講到 一句話就 就講到 剛剛伊凡 剛剛伊凡好厲害喔 那畫掉條線 直接畫到我心坎裡 知道嗎 我就知道它對了 為什麼它偏高 都是男生拿分 小燕耶 小燕來了嗎 小燕你終於來了 我等你好久 小燕給你 沒有點到你 有沒有點 有嗎 好啊 來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它抑價 所以它當期收益 因為它抑價 所以它當期收益比較低啊 比較高 比較高 因為它折價 所以當期收益比較高 你懂 你懂不懂 就是那個 那個解釋 還有一個 黑盒子在那邊 我還是搞不懂 懂不懂 你聽懂什麼 是嗎 因為它少於 因為它少於領域式力量 所以它價格比較低 然後所以折價的時候 就不能解釋出 折價的概念 折價是變高嗎 對不對 一路變高嘛 對不對 答案是 蛤 因為一個的分母的話 是用你的 一一四七二再加上 你亂消去算 可是另外一個的話 是你三八十七 用你亂消去算 這變成分母的不一樣 你帶進去會更 更 更離譜 你帶進去會更離譜 你相信嗎 你一四七已經分母最大了 你最平均之後是不是更大 這已經夠高了 你還沒有嫌他高 你還沒有嫌他高 為什麼會反而是往上增加 對 那不是分母 答案是在分子 因為它分子 它只給你利息對不對 他忽略了你投資的報酬率 是不是還有資本利得跟利損 他公司沒有利 他公司沒有利 資本利得利損啊 溢價 溢價的債券 是不是價格會往下跌 那個利損他有沒有考慮到 沒考慮到 是不是報酬率偏高 對不對 那折價的部分 是不是這邊公司 還會考慮到利得利損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利得利損啊 在折價的話 是不是有利得 他也沒考慮到 對不對 少考慮那個報酬率啊 是不是他偏 是偏低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個公司少 就是寫個息而已嘛 不是嗎 那息就是利息而已啊 可是你報酬率就利息而已嗎 不是啊 你還有義價跟折價問題啊 對不對 那義價會利得 那義價是利損 義價是利損 所以忽略的利損 就會高估 對不對 折價是利得 忽略的利得 你少到一個 你少掉一個報酬率去算 當然是低估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高 這是低 知道哈 這是他概念是在這裡 我把利得歷史塞給你看 你看哈 像這個債券 我把這講完就可以了啊 這個債券呢 是 報酬率是10% 票面是多少 15% 15%的當時的利率是10% 有沒有很好 這個票面有沒有很好 有 所以價格要怎麼樣 高 對不對 一年之後價格會怎麼樣 往下降對不對 好 你看當期收益率 當期收益就是因為你這個15%的1萬塊 你的利息是不是1500 C 他除以P 是不是 當期是10.87 可是你忘了 隔一年之後 是不是他掉到13683 13683 從803到683 是不是少了120 少了120喔 對不對 可是你投資13803 可是少了120 是不是你的資本利得率是賠的 對不對 這兩個一加起來 剛好等於他 就等於他 知道嗎 你為什麼會多出0.87 因為你忽略了什麼 資本利損 對不對 這是利損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通理可推 如果是 當時的值率是20%的話 那這個 這個價格 這個 這個票面率就太低了 對不對 所以他會折價 隔一年是不是 價格會拉高一點點 這叫當期收益率 19.58 還不到20 那少低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從這一 從這一年到明年價格 是不是有個資本利得 對不對 那利得率是多少 0.42 這一加起來剛好 等於多少 28 所以他為什麼低 因為他少掉 少加了0.42 他為什麼高 因為他少扣了0.87 這樣懂不懂 對不對 所以他會變高變低的原因 是在這樣 當期收益率的概念 跟 到期收益的概念 不太一樣 到期收益率是 含資本利得利數進來 當期收益率有沒有含資本利得利數 沒有 懂不懂 所以我得到一個很重要概念 當期收益率 加資本利得利 就等於什麼 就等什麼 到期收益率 那就是YTM P0就是第一年的價格 第0年的價格 發行的時候價格 0是代表發行的時候的價格 然後呢 7是利息 那P1呢 是發行一年後的價格 那P1-P0是不是資本利的 對不對 除以你的P0 是你的報酬率 對不對 全部都價格嘛 是不是 那合在一起 這個數字算出來 就是YTM 就是這樣的概念 如果碩士班 我會加三個字 請正名 這樣 碩士班 這是在指的 這不是在指的 日間的 如果是你們就不用正名 知道就好 用算了就可以了 真的 碩士班就要正名 因為他們是 他們以後年輕嘛 數學要推理 抽象式要很強 那這個東西都要全部證明 不是理所當然的 都可以證明出來 好 那我們先休息15分鐘 20分鐘 有什麼問題 我坐在這邊 你們問我好不好 我們休息20分鐘 好同學有講一下 剛剛有些同學不太 不太不太懂說 為什麼這個圖 讓我知道 147要乘0.6 10000要乘以0.4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可能 你懂就算了 不懂的話 沒關係 我說完整的話 應該是把這個 11個數字加起來 數以11對不對 這才是真 可是這個很麻煩 所以我只能抓這個頭 跟抓這個尾對不對 去得到那個數字對不對 好 你看喔 如果我說一開始是6塊錢 那第二次降到4塊錢 第三次降到2塊錢 假設是這樣子 那平均投資幾塊錢 是不是4塊 怎麼算 是不是6加4加2 是不是得到4 對不對 那我要得到4 我不用算這個4 我是不是6加2除2就好了 抓頭抓尾 除2就好 是不是也得到4 但是他前提是 他降下是怎麼樣 是等句的對不對 是不是等句的 如果不是等句的呢 是6 5 2 是13 13除以3 是不是4點多 那你這時候6加2除2 是不是就是 是偏低了對不對 啊怎麼得到4點多 是不是6這個部分是乘以0.6 啊這4的部分 2的部分乘以多少 0.2 你看這3.6 欸這個是 那這0.4 3.6 0.8 我連寫的字我都看不懂 2乘0.4 是不是4點 4 是不是幾乎就差的平均了 啊為什麼這要乘0.6 為什麼這乘0.6 你這樣知道了嗎 懂不懂 因為我怎麼去抓這兩個數字 得出這全部的平均嗎 啊不然你完整算嘛 就把那個147 1360 1224 全部加起來除以11啊 11個數字除以11啊 這最完整 但是如果你這樣那麼完整 那這個公司就不是近視公司對不對 那不如回到電腦去按比較快 懂意思吧 這樣懂不懂 這剛剛的同學 我聽起來是 我講起來是 我講起來是 覺得很簡單 可是有時候同學還是會誤會啦 所以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好我們再往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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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